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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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称蚝子 俗称蚝 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 有温暖脾胃 强心润肺制功能 经常使用 对人的身体健康十分有益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袍子的人工养殖技术 得到长足的发展 由于袍子自身的适应性 和抗病力都极强 易蚯化 好管理 所以 饲养袍子 是广大养殖户脱贫致富的一个好项目 目前市场上 一对肿袍的价格在四五千元左右 比较昂贵 因此 一般的养殖户都采取小规模庭院饲养 数量一般在十到二十只左右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下袍子的庭院养殖技术 袍子的生物学特性 一 袍子的外部形态特征 袍子为中小型陆科动物 体长一百到一百二十厘米 从外表上看 它跟鹿长得十分相似 脖子长 眼睛大 耳朵短宽而圆 鼻子有黑 全身上下披满了红黄色的毛发 显得十分可爱 袍子拥有一副健美的身材 它的腹围较小 四肢修长 后肢略长于前肢 所以登力特别强 善于奔跑和跳跃 时速最高可以达上百千米 素有草上飞的美名 宫袍会长出绒角 每年到冬至的时候 绒角就会自然脱落 第二年再重新长出新的绒角 而母袍却没有绒角 这是陆科动物中独有的现象 也是辨别袍子性别的主要途径 二 袍子的生活习性 袍子的饲料来源非常广泛 像各种阔叶树叶 野生杂草 蔬菜等 都是它所喜爱的食品 因为袍子是反厨动物 所以它每顿吃得很少 在吃完饭后 就喜欢找一个地方安静地躺着 袍子的生育年龄 为二到十二年左右 寿命最高可以达到二十年 袍子人工饲养很容易 特别是在幼袍时期 袍子很容易驯化 只要饲养员经常给它喂食 抚摸 就可以使袍子的性格变得温逊 袍子有独特的适应性 夏季能经受三十八摄氏度的高温 冬季可抵御零下四十五摄氏度的严寒 具有冬春瘦 夏胖 秋凉好的现象 因此 全国各地都可以饲养 袍子庭院养殖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袍射的建造 袍子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 一般养殖户完全可以利用旧房改造来建设建设 非常经济 总体说来 袍射应该建造在庭院内 面向太阳 通风良好的地方 射内环境要求干燥 卫生 虽然说袍子冬季不怕冷 但是夏季却非常怕热 因此 在袍射里应建造一些遮阴的设施 比如说 在院内栽上几棵树 一个完整的袍射 具体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 围墙 由于袍子善于奔腾跳跃 所以 要在袍射四周建一道高高的围墙 这道墙 至少要有两米高 这样一来 既可以防止袍子受到惊吓 四处逃窜 又可以防止袍子被人偷走 二 袍 袍 袍可以用砖头 石块 水泥建造 也可以就地取材 用木棍 树枝等材料 围成一道1.6米高的围墙 一般 一般要在围墙的正面或一侧留下一个小门 方便饲养员的管理 卷门最好是用物质材料做成 这样可以避免袍子撞到门上受伤 每只袍子的居住面积应该在4平方米以上 并且越大越好 宽敞的空间有利于袍子的活动 更能促进它的生长发育 三 运动场 袍卷外应该设有运动场 运动场的地面最好用粗杀地面 这种地面能让袍子直接与大地接触 有利于保持袍子的自然品质 绝对不能铺水泥地面 因为水泥地面发滑 不渗水 袍子跑起来后容易滑倒 不利于它们的活动 运动场的地面应该留有一定的坡度和几个出水口 以防止雨天积水 四 小卷 袍子是属于有规律 有季节的单居和群居动物 所以有条件的养殖户 应该在袍卷内再建造部分小卷 主要用于母袍产子哺乳 或者用于公袍发情期的饲养 可临时将大卷分割成几个小卷使用 也可以建造固定的小卷 五 其他设备 在袍舍里还需要配有饲料槽 一般我们把它吊在袍舍的一个角落里 由于和地面墙面没有接触 老鼠很难爬上去偷食 减少了疾病传播的机会 同时这样做又不妨碍袍子的运动 为袍子提供饮水的工具 多为胶皮水桶 这样的水桶不怕碰撞 也不会生锈 而且在冬天水不易结冰 很好地保证了袍子的饮水量 有条件的养殖户 还可购置小型饲料粉碎机 炸草机等设备 利于给袍子配几饲料 袍子的饲养管理技术 袍子的饲养管理 是养袍成功的中心环节 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 是保证袍子健康成长 扩撞袍群 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因素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介绍一下 袍子的饲养管理技术 1.饲料 袍子的饲料要求清洁 卫生、营养全面 没有毒副作用 养殖户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 进行采集、加工和自卫 对于刚出生的幼袍 大多数是由母袍亲自补乳 稍大一些的幼袍 会随同母袍一起饮食 但有的母袍奶水很少 有的母袍则母性差 不愿意给幼袍补乳 这时 如果找不到可带养的母袍 就必须采用人工补乳的方法 一般会用山羊奶来代替 具体操作方法是 将羊奶慢慢挤入备好的瓶中 接着用前端装有塑料管的中管 从瓶中吸取羊奶 送入幼袍口中即可 具体喂养量为 第一次喂20到30克 三日铃喂120到150克 四到七日铃喂180到250克 随日铃增加 哺乳量随之少量增加 十到十五日铃后 开始逐步采食青嫩树叶 六十日铃后就可以断奶 可以和大母袍一起饮食 另外 幼袍由于缺盐 能导致一石屁 如舔石墙羹等 为了避免这一现象 我们可在袍卷里 高度适中的地方挂一盐砖 方便幼袍适量的补盐 对于两个月后的袍子 我们可以用混合饲料来喂养 下面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种 混合饲料的配方 玉米面 20% 麦芙 16% 葵花饼 10% 草粉 53% 点盐 1% 公袍母袍 可常年按照这一配方 配置混合饲料 但在袍子生长的一些特定时期 比如交配期 妊娠期 哺乳期等 我们就要对饲料配方 进行一些调整 方法 一般多为适当地增加一些 金饲料 血粉 及骨粉 等动物蛋白 来补充 袍子所需的营养 除了混合饲料外 青绿饲料 也是袍子特别喜欢的美味佳肴 青绿饲料 营养全面 又嫩多汁 适口性好 易于消化 进入夏天后 应该让袍子多食用树叶 这样做非常利于右袍成长 和公袍母袍发情配种时 获得高产 但是 用青绿饲料喂袍子时 要注意以下问题 青绿饲料最好限采限味 如果堆放过久 很容易变黄 变质腐烂 不仅会破坏不分维生素 而且还会产生亚硝酸盐 袍子食用后 可能会中毒 青绿饲料 一定要没有污染 打过农药 叶面有尘土的 必须用清水洗净 叶面晾干无水后 再喂 二 刺猬 袍子没有胆囊 十分胆小 听觉灵敏 反应迅速 是袍子最拿手的刺猬本领 袍子在专心采食 或卧地反厨时 只要有突然的异常声音 哪怕是声音很小 都会引起精群 会造成袍子精神紧张 食欲下降 影响生长 因此 在四胃袍子时 要尽量保持安静 四胃袍子要做到三定 一 定时 一般每天喂三次 时间分别是 早晨七点 中午十二点 晚上六点 二 定量 袍子食量小 只有同体重山羊的二分之一左右 一只成年的袍子 每天喂一点二千克的混合饲料 如果要补充清律树叶 就要减少三分之一左右的混合饲料 喂食量以袍子不再吃为标准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 饲料槽要天天清洗 保持干净卫生 不能让杂物混入饲料内 特别是不能让树枝塑料袋混进饲料中 三 定水 袍子饮水是没有规律的 属自有饮水 我们所提供的水必须是清洁水 而且要一天一换 在冬季时 最好给袍子提供适宜的温水 除了给袍子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水之外 饲养员也要经常给袍舍消毒 要保持卷舍和运动场的清洁卫生 每天早晨要清扫一遍袍舍 做到不积粪 不积尿 不积水 春夏季 每15天 对袍舍进行一次消毒 冬季 可每30天 消毒一次 消毒时 可以使用6盒消毒剂 按1比800的比例稀释 如把15毫升6盒消毒剂 倒入12升水中 然后均匀地喷洒在 袍卷 运动场 墙壁 石草等各地 进行全面消毒 也可选用草木灰水 氢氧化钙消毒液 等其他高效无毒药液进行消毒 除了袍舍的消毒外 饲养员在进袍舍前 也需要给鞋子消毒 袍子的繁殖技术 由于每对种袍的价格较高 因此广大养殖部 只有自己掌握好袍子繁殖技术的细节 才能很快地发家致富 庭院养殖袍养殖袍子的繁殖技术的要点主要有以下几项 1.肿袍的选择 肿袍的选择有以下标准 首先 广袍生下当年必须长到15千克左右 没有疾病 没有残疾 个儿高矮要适中 毛色要发亮 2.袍子要保持八成标 看不到骨头 第三 就是看眼睛 耳朵 鼻子 四肢 健康的袍子 有精神 两耳灵活自如 双目有神 鼻径有黑 有光泽 行动起来 轻巧 灵活 如果这几个方面 都完全符合标准的 就可以说 是一支比较好的准袍了 2.袍子性成熟 及初配年龄 袍子的性成熟期 在430到440天 即14个半月左右 当母袍的体重 达到20到30千克左右 公袍的体重 达到25到35千克左右时 就可以参加配重 3.袍子的发情规律 及特征 每年的8月末 到9月中旬左右 为袍子的发情期 此时 公袍之间 争偶激烈 经常相互间追逐 搅斗 鸣叫 所以 参加配种的公袍 要单卷饲养 防止肿袍间互相搅斗 而造成损伤 被参加配种的公袍 可几支一起单卷饲养 但要避免和母袍会面 并且应该在每年5月1号左右 割掉已经古质化的绒脚 母袍有集中发情 集中产高的特点 并且每年只发情一次 持续期为1到2天 过期就不再发情了 因此 在这一段时间内 养殖户们 要认真观察 母袍的行为变化 一般来说 母袍发情表现为多动 食欲会明显增加 有的母袍 还会不停地到处游走 有的则会跑到 公袍门口 站立光望 当母袍见到公袍 不袍也不叫 温讯而亲近时 就可以让它们进行 自然交配了 在这一期间 温度较高 由于袍子怕热 高温会影响到袍子的繁殖 不能获得高产 因此 养殖户 除了要在袍卷上 加挂黑色车阳网 阻挡阳光外 中午温度最高时 还要用水龙头 向运动场浇水降温 但是不要将水 直接浇在袍子身上 浇水量不要太大 不要淹没运动场表面 要流出一半干燥的地面 让袍子可以继续运动 水面要保证能够迅速蒸干 浩子的疾病预防 袍子本来生长在荒野园林之中 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它壮健的体魄 庭院养殖袍子 由于袍子生活面积小 限制了袍子的运动 所以每天早晨起来 最好追打袍子 让它在活动场地里跑上几圈 这样既锻炼了袍子的筋骨 又保持了袍子的野性 袍子的抗病力比一般家畜都强 尽管如此 也不能放松对疾病的预防 饲养员应该经常观察袍子的动态 一旦发现异常情况 及时治疗 袍子的常见病有下列几种 一 袍高丽 袍高丽是出生15天以内的幼袍 最容易患的疾病 其症状是食欲下降 精神萎靡不振 粪便油肝变息 急剧变化 最后成流水状 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给右袍打谢利弊康来治疗 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用氯化钠注射液 给针尖消毒 接着吸入少量氯化钠注射液 给针管进行消毒 注射器消完毒后 就可吸入谢利弊康 剂量按每千克体重0.2毫升来用药 五千克左右重的右袍 最多使用三毫升 采取肌肉注射法 一天注射两次 二 戒满病 如果袍子长期被饲养在密集潮湿的场所 就会感染满虫 其表现症状为 换袍四肢内侧发痒 患病的皮肤局部掉毛 由于这种病属于接触性传染 所以一旦发现有换袍的时候 首先要采取隔离措施 然后使用阿维菌素片 按每千克体重0.3毫克的剂量来用药 袍子很难直接吃下药片 因此